抗疫是一個全民的大家合作才會達到最好的成效 創新科技局局長薛永恒說,有時間安心出行有377萬的下載 已經是超過全港一半的人口 參與計劃公司營場地有超過8.3萬個 其實2月底開始,用了安心出行以來 已經有19000人曾經收到風險提示 去這個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檢測,即是說你曾經去過地方有人中了招 叫你去檢測安全計,1.9萬人 即是19000人,其實不要看少這個數字 如果沒有了安心出行,沒有人提醒你 可能1萬9000人當中有,你不要多,1%中招也不得了 1%中招就是 190人 190人傳出去,你說有多大件事 所以 我又說了,盧寵茂醫生前一陣子說的一件事 這個全民 檢疫是大家的責任 一個是 自由和自私的分別 如果有病不看醫生 不肯去做檢測,不肯注射疫苗 不肯跟隨政府的措施 這個是 但是呢 又想經濟復甦 又想自己去吃喝玩樂 這個就是自私 這個就不是自由的問題 重點就是這個是傳染病,以及是很高風險的傳染病 不是普通說,你自己有病,你可以病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責任問題 自由不自由這件事是沒得說的 我又說一說,看到一些文章就說 針對昨天一件事,就是有些人說 你要求 酒吧的人 的員工 要接種了 疫苗 然後才可以上班 那就上班之後呢,你那個酒吧的營業時間就可以 長一點啦,或者你可以做一個 清潔區 給多些客人 在那裏喝酒 有人說什麼呢,有一個叫中大生命倫理學中心 有沒有聽過 生命倫理學,我真的沒聽過 我也有留意中大很多東西 總監勾結成就說 接種疫苗和不接種疫苗有差別對待,是不是合理呢 應該考慮相關的權利是有沒有涉及核心權利 什麼叫核心權利呢 再看看 他說接種疫苗可以跟多些人吃飯 這個就對個人的利益影響不大 因為市民仍然可以選擇 但是 如果在酒吧上班的人一定要接受疫苗才可以上班 這個就涉及了核心利益 他覺得應該被人選擇 就是酒吧員工 究竟 核心利益 和不是核心利益 這個分別在哪裏呢 Thomas你認不認識 我真的不認識 我又看到 德國之星的新聞 歐洲的組織說 提過一個觀點 強制執行 接種疫苗 是不違反人權 這是很簡單的訊息 大家可以上去德國之星那裏找一下 這宗新聞 德國的 歐洲方面 已經有這個 官方有這個看法 不知道 香港 這位 這位學者 又 怎麼道理會 說得這麼圓之又圓 非常圓 總之是核心利益 好了 再講兩件比較 大家 主重的消息就是 首先 香港仔中心的大家樂 和大快活兩間的連鎖餐廳 近日被政府當局處罰 下五、六時候不准堂食營業 也挺大件事 現在本來是可以到10點的 是不是抽氣市問題 不是啊 原來 有食環處職業突擊檢查 安心出行的使用情況 發覺這兩間連鎖食店 有食客 沒有掃描這個安心出行 意圍碼 也沒有填寫個人資料 違反政府的防疫措施規定 因此被處罰 禁止晚餐堂食 直至下週一 19日才可以恢復 香港仔這兩間 大家樂大快活 大家留意一下 昨天林鄭也說了 所有東西 都是一個配合 加強執法也是其中一個行動 我們也看到成效 其實 三百多萬人已經下載了 去食肆掃一掃 這麼方便 為什麼還要走去 有些人還要去排隊填資料呢 還有填資料呢 有些人是亂按填 又不填真名 或者亂按填個人資料 那你亂按填個人資料 就變了 真的出了事 有人感染 那就找不到你了 其實這個 對自己也是 百害無一利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呢 大家其實真的想一想 全民抗疫 什麼叫全民抗疫 是一個大家合作 配合的措施 有些人又不合作了 香港和軍總會 一名前高層 懷疑 搞了個榮憂晚宴 在上個星期六晚 延開 三十四隻 嘩,多誇張 就招待超過一百人 現在大家知道每一個宴會的處所 他只可以招待的上限就是 二十人 現在超過了五倍 原來他就走法律 怎麼走法律呢 他將宴會區 分了五個區 他將宴會區 在那個 食肆的 訂位的名單上 做了手腳 怎樣做手腳呢 就是用不同的名字 去訂位 每張桌 就四個人 這樣訂位 明明是一個 一個宴會 一個宴會 超過一百人 他現在分了五個區 我不知道怎麼分 所謂分 可能是間了板 接著就每一個區 都是 四個人一張桌 我如果這樣想 就似乎 好像表面上 看上去 好像都沒有辦法 我不是很清楚 現在 食環署 就已經 政府部門 以及這個 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 這個中心曾經 有這樣的消息傳出來 涉嫌違反了 食衛局局長按第599F章 就匯指發出的相關規定及指示 容許匯指內餐飲署 所內 舉辦一個意味活動 超過20人 好了 涉嫌違反第599之章 有關群組聚集的禁令 民政事務總署發言人 呼籲 如果曾經在4月10日 參加上旨 的宴會活動人士 或者其他知情人士 請你們主動去聯絡 這個牌照署 協助調查 那 牌照署會因應調查 進展 對上旨宴會活動的參考 進一步 法律行動 包括通緝 法律行動人士 或者作出檢控 最大件事是甚麼事呢 就說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 好像也有參加 有個高官 大件事 我立即上網查一查 哪一位是現任的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 原來是一位官員叫蔡敏君女士 2001年加入政務職系 不知道他會不會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真的參加 只是傳 如果真的參加了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去自首 不要說自首 自己申報 他正在調查 還未有人起訴 未有的 通常網上的傳言 都是對這個機構 對個別官員 很大打擊 應該在這些傳言之外 大家應該要快點清 甚至局方 快點調查 一個真相出來 如果要起訴 就要起訴 我們大家就不要在那邊猜想 你變了 就可以執行到 不過說多的話 就說 沒有 無限期的限制 好像剛才的 射了龍會門 不是辦法的 更加多的問題 會出來了 是 所以都是希望大家 配合政府最新的政策 快點去打疫苗 還有最後講一個趣聞 給大家聽 你知不知道 打疫苗 有 最適合的裝束 軟袖山 你想一想是什麼 近日 原來 這個大陸的電商平台 大量的老堅莊 買出了 女士 最適合打疫苗的裝束 原來就是 答案就是 老堅莊 露了肩膀出來的 有些人就說 女士是有的 那麼男士怎麼辦 男士有沒有老堅莊 快點設計 一個老堅莊出來 不知道 無論如何 現在國內中國 也是快速 希望達成全民打疫苗 暫時截至最新的消息 就說 有1.5億 的人已經打了 距離10億目標 還是遠的 但是現在加緊最近 等一段下 我們是 紅 你 說 你 好 沒有 小